马克西姆·姆尔维查奏向克罗地亚狂想曲,和弦撒音,如气如素,激昂处带着一抹明快的暖色,硝烟泥泛着,未退进,天空,有些低沉,浅灰色的云朵面带忧郁,残缘断臂中,彩蛋的碎石子扑了一地,抬头,夕阳倒在了尘埃之中,不远处,说不上名字的白色小花,在风中微微摇曳, 他看着人们来来往往,也看着战车去去回魂,遗忘也罢,营迹也好,生活总要继续,带着伤痕,在被摧残的大地上获得新生 图说,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克罗地亚图TP,从指尖流淌出的,是摩尔维查对故国爱之深沉 钢琴曲中,意念里的那朵白色小花,天真,不屈,被学色尽问,却因爱成长 克罗地亚人说,足球就是他们心间的那么浪漫 真的,白云仓狗,高岸深谷,为足球世界里的寻找与追逐,得以抚慰那早已结痂却有难痊愈的患痛,一代又一代,不曾令人失望 民众从足球中汲取的,并不只是胜利带来的阵犯人心,那更是依托于足球之上,寻找自我力量的现实对抗 图说,千南斯拉夫解体后图TP,克罗地亚足球是情感,1990年5月,萨格勒布,还是千南斯拉夫奖级联赛的年景 哪怕是当时的足球规则,也不屑象征着和谐的平分秋色 这里的赛事是90分钟内打成平局,必须一点球决出胜负 萨格勒布迪纳摩对阵贝尔格莱德红星,两大球迷阵营干架了 背后只是正确的挑拨,足球比赛成了足球斗殴,声势之大,惨狂之烈,文明足球史 当警察对着一个落单的,毫无抵抗能力的球迷球追猛打时,迪纳摩是好球员愤怒了 他不顾阻拦向作恶的警察击出飞腿,10号球员便是大名鼎鼎的伯伯 因为这次袭警,他错过了1990年世界杯,他也成了克罗地亚的民族英雄 情感,是高于理智的 图说,伯伯飞踹当时攻击球迷的警察图TP,克罗地亚足球是光荣 从1991年春天开始,克罗地亚卷入于自载的战争 其间,约有16万名克罗地亚人放生或失踪,22万人流离失所 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克罗地亚足球有了自己的国家队 拉迪奇曾是第一代国门,也是俄罗斯世界杯克罗地亚队的助理教练 足球一直象征着希望,但命运可待 所以,在主帅布拉格维奇的带领下 在金左脚苏克的推动下,1998年首度亮相世界杯的克罗地亚队 揽下世界第三的荣耀后 举世瞩目,举国沸腾 他们有此坚信,即便命图多产,前路人和灿烂 并且,不仅仅是足球 图说,1998年法国世界杯上的克罗地亚队图IC 克罗地亚足球世纪往开来,二十年的折服 不是未能出现便是小组出局 但从斩火中走来,孤独隐热与暗自修炼,早已不在话下 但时机来到,便一副丁针铁骨汉洞世界 生活的残忍多是相似的 陪伴莫德里奇长大的爷爷在战争中被屠杀 洛夫伦随家人前往德国慕尼黑 克罗谢奇则是在奥地利的临祠出生 他们不曾向命运低头 又怎可能在球场上轻易缴械 图说,本届世界杯上的克罗地亚队图VCJ 人在旅途,不可能总过些阳光与呵护 就有一句克罗地亚文 以为引以为傲,引以为傲的 是过去的所有 当下的战友,以及未来的拥有 如此,才能无谓坦荡 在前,队员们都爱听摩尔维查的克罗地亚狂想曲 心,和着节拍平静下来 力量,充赢全身 克罗地亚足球 李顶峰其一步之咬,白色小花 随风轻舞,其规律 不再交力明艳 更在其生机勃发 华欣怡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Tnews.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